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打下了进去的念头 隔天男主角请了电力公司的Dignison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Check下 check下 Dignison就说 妈的这个屋子的电路太复杂了 我不会修啊 就打算离开了 离开前他问男主角为什么会买这间屋子啊 这间屋子可是发生过杀人事件的 然后就离开了 Bye 得知此事的男主角就立刻回屋 上网查查这屋子到底发生什么事 哦原来几十年前这屋子真的发生过命案 故事大概是身份不明难 不知什么原因杀害了前屋主夫妻良 然后就被关进了神经病院了 Oh my god 发生过命案的屋子不值钱啊 男主角很伤心 他走进昨天那伞铁门后面的房间 一个人开始喝起闷酒来 喝着喝着酒就喝完了 但是他喝不够啊 嘴里就喃喃自语的说 很想再来一瓶 就在这时 灯光又开始闪闪 哇 一瓶全新的酒就浮出人事了 吓得他一个惊慌思错 一晚上后 女主角也来到了房间 男主角就告诉了女主角 哇 我们发达了 原来这是一间许愿房 只要我们说出想要的东西 灯光就会闪闪 东西就会出现了 女主角知道后觉得很奇怪 但是无所谓 反正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之后的日子 两人就是开始一直许愿 许愿要有很多衣服穿 要有一大堆的钞票 要有一大堆价值不菲的名画 开始过着最深梦史 夜夜升哥 晚晚照 爱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男主角 他想要 想要什么 想要有一个孩子而已啦 可是女主角却拒绝了 因为之前他流产了两次 都有心理阴影了 他不想再尝试第三次 因为他知道 失败是很痛苦的 女主角一人 跑了出去冷静冷静 突然间 他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我不是有许愿房吗 去那里 许愿不就好了 于是 他就去许愿房里 许愿得到一个儿子 取名 呆呆 男主角知道此事后 不懂为什么非常生气 他坚决要女主角 把呆呆拿回去 许愿回掉他 可是到了最后 他们还是不忍心那么做 之后 男主角由于很担心 呆呆是怪物 所以他就驾车 去找那个身份不明男 想说 问清楚来龙去卖 结果身份不明男 却只对男主角说 不想死就快点离开 一点也没有解释清楚 许愿房的操作 之后 男主角在回家途中加油 正当他要付钱时 发现许愿房里面 变出来的钱 都化成灰烬了 这一幕让他惊待了 他立刻赶回家 开始把家里 许愿变出来的钞票 丢到屋子外面 果不其然 所有钞票都变成了灰烬 可是 孔子说过 东西要验证两次才算数 于是 他就拿了一副 许愿得到的话 到门口测试 结果发现 化到门外那部分 也变成灰烬了 就这样 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只要出了门口的东西 都会加速老化 最后会变成灰烬不见了 然后他就赶快阻止 女主角要带呆呆 出去晒太阳 可是女主角不信啊 硬硬要出去 然后呆呆 就突然快速成长 变成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之后的日子 两人对待呆呆的态度 有两个极端的变化 女主角对待呆 还是一样 非常疼爱她 还对她说 永远不会离开她 只是不准她跑出门外 怕她会老死而已 而男主角就买了一把枪防身 以防万一 待呆有一天 会变成大坏蛋 对他们不利 果然 一天晚上 待呆趁男女主角 在做人体繁殖运动时 偷偷的跑到许愿房 还被他发现了 许愿房的秘密 这时 由于待呆 从来没有出过家门 他很想要出去 所以他就在许愿房里 男女主角就发现了这个状况 女主角还称赞了呆呆 为什么你那么聪明 妈妈居然没有想到 可以在这里 变个世界给你 就在这时 男主角却吓得 把呆呆抓了出来 将铁门房锁上 不准呆呆再次进入 因为他怕呆呆 会在里面 食宝食盈玉 乱乱许愿 如果他许出 两只恐龙出来 他们就完蛋了 几天后 轰轰轰轰轰 身份不明郎 打了一通电话来 想知道男主角的状况怎样了 得知男主角喜乐呆呆后 身份不明郎 便告诉男主角 如何可以让呆呆出来的方法 那就是 只要他们两个被呆呆杀掉 就可以了 因为他也是这样才出来的 What the 而此时 在另一边的女主角 也用了后备电话 偷听到了 他伤心欲绝 驾了一台车就冲了出去 这时 呆呆也偷听到了 他要男主角 把来龙去卖告诉他 男主角也照做了 得知此事的呆呆 也伤心欲绝地跑进房里 想想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然后女主角就回来了 这一幕刚好被呆呆看到了 于是他有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把他的老妈 女主角变成自己的女人 他出了屋子一下下 让自己变成了成人的模样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有能力和男主角抗衡 抢女主角 然后女主角就和呆呆打了起来 结果两人都被打晕了 之后呆呆就把晕了的女主角 带进许愿房 再许了个愿望 让自己变成男主角的模样 然后等女主角醒来时 骗他自己已经死了 希望这样就可以和女主角 一生一世在一起 可是就在他们想要 爱爱爱死 女主角就发现 这眼前男主角的不是男主角 因为男主角想要爱爱死 是不会炸他的波波线的 女主角开始逃离 可是却没屁用 还是被呆呆抓了起来 正当以为有精彩画面出来时 妈的 现实中的男主角已经醒来了 还找了这间呆呆许愿出来的虚构大屋 接着就跑跑 就要追 跑跑 就要追 然后呆呆 就被男女主角偏了出去 真正的屋子外 慢慢的老死 化成灰镜 故事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 我没有明白什么 我只想 我想在屋子里 有一间许愿房而已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每天搞搞搞搞 拜拜